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红木军校历史目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 在北伐战争期间 蒋连石在江西战场的情况 126年9月23日 蒋连石把他的总司令行营 移到宜春 9月24日呢 蒋连石根据江西战场的变化 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他命令第二军 应不带友军的援助 断然向张树辅进之地攻击 并以第一军之第二师 于9月24日以前 由分仪推进 在张树辖江江渡江 抄袭张树敌军的侧背 第三军呢 全力由高安进攻南昌之地 并确实占了南昌 以彻底消灭敌制乱元 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 以主力进出永修 涂家府 截断南巡路 防止敌军后方部队的增援 从而截断敌军 登如卓步的退路 以一师惠攻南昌 一步牵制永修之敌 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 与第五军的第四十六团 以主力沿着干江西岸 蒙攻吉安 以一步由干江东岸 迂回到吉安东北 截断敌人的退路 此时在安抚的第三军第十六团 应该迅速出顾江 惠攻吉安 等到吉安攻陷之后 第二军各部归还剑制 汇同第四十六团追击敌军 第十四军呢 则迅速的绕出乐安 宜黄 辅州 截击南昌 愧退之敌 将之见面 第七军在九月十二日 集中大野阳心之后 继一步沿长江南岸警戒 以主力由瑞昌方面进攻九江 我们可以看到 与北伐军最初攻击江西的计划相比 蒋介石这个新的命令 仍然把第二军和第三军作为主力 将目标制止南昌 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 则力求截断敌军援兵的枢纽 难寻见 并且会攻南昌 干南方面呢 除了攻打吉安 还要继续北极辅州 肃星南昌东南方向的敌人 和攻打南昌的主力相侧应 那么这次作战的核心目标 是为了占了南昌 此外呢原本在湖北作战的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 也都开始加入到江西战场 第一军的第二师进入赣中 和第二军合攻张树 第七军呢 则在赣北作战 牵制原赣的敌军 并且和第六军协力截断南昌县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江西战场的通盘计划 应该说是非常契合当时的军事形势的 那么随后的战局呢也是大体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就在这个直指南昌的命令下达之后 蒋介石才知道城前的第六军 根本就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和第三军配合前进 而是孤军深入进战南昌 然后呢受到了卢湘亭军的反攻 不得已退出城外 深陷重围 蒋介石为此焦虑万分 前线部队不按既定计划行事 这让蒋介石深感有亲上前线的必要 所以呢 他三十日就大达了青江 这个时候呢 第二军在青江和敌军紧隔着一条干江 所以呢 蒋介石已经到达了最前线 在行军的过程中 蒋介石仍然是每天军机不断 25日 蒋介石获知敌军 正通过南巡县运兵 就发电报给李宗仁 要求李宗仁迅速占领九江 断敌退路 26日下午 蒋介石又根据战争形势 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先以第二军全部攻打吉安 以安全后方 然后再以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师 再攻南昌 以破敌主力 然后以第二师守清江 来对付张树之力 27日呢 蒋介石电令朱培德 邀请援助受围攻的第六军 和第一军第一师 指示南昌附近各师 都归朱培德指挥 并也希望朱培德 趁着孙川芳求和之际 能够看破孙川芳的弱点和心理 从速率领各部 击破卢湘亭 那么江西就可以肃清 蒋介石在三十日到达青江之后 直接在第二军都师 在获系了敌我情况之后 决定先歼灭 新权 永风方面的敌人 再进攻张树 那么战场上呢 第三军在九月下旬 到达了万寿宫附近 掩护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 从南昌退出 9月30日 孙川芳军原干第二方面军 正军燕部 对第三军展开了进攻 朱培德呢 以第三军第七师正面抵抗 第八师则迂回到万寿宫的后方 并且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 激战到了10月2日 占领了万寿宫 第七军呢 进入江西之后 因为不知道第六军的去向 转而放弃攻打九江 南下寻找第六军 结果呢 和孙川芳部队的谢红军部遭遇 苦战获胜 并在10月3日 攻克了南巡县之中心枢纽德安 第二军方面 蒋炼师和他的距离最近 第二军在10月2日攻占了新权 紧接着呢 就和第一军第二师 合力进攻张树 那么在盖南作战的第十四军 早已经攻克了吉安 在29日又攻克了永峰 并且向乐安方向追击敌军 克服了乐安 在10月2日又攻占了夷皇和崇仁 十四军还派出了两个团 编成了特别支队 由熊士辉指挥 在瑞金出发 相继占领了南峰和南城 蒋炼师在10月1日清晨 从青江出发 在次日到达高安 并且在高安设立了总司令 行营 10月3日 蒋炼师又冒险前往奉心 巡视了第一军第一师 接下来呢 在10月4日 蒋炼师又颁布了新的作战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呢 北伐军将主要目标 放在了南巡县 第六军 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七军的任务 都在南巡县 第三军的目标呢 则是在南巡县南端的牛航车站 鉴于南巡县这个时候 是孙船方部的运输枢纽 攻击南巡县就能够有效的切断 敌军的交通系统 但是呢 必须注意的是 蒋炼师在发布了攻击命令之后 却于当天离开了奉心 继续回到高安 在第三军方面都师 令其难以料到的是 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 在10月5日攻占了张树 次日呢 又攻克封城 直逼南城城下 蒋炼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兴奋不已 急忙就赶到了第二军方面都师 蒋炼师在第二军作战会议上 就喊出了 打下南昌 喝重阳酒的豪员状语 面对南昌城的诱惑 蒋炼师和整个第二军 和第一军第二师 都陷入了疯狂 几天前决定的 重视南巡县的目标 又被县石打败了 蒋炼师在7日 就向第二军的副军长卢迪平 发出了向南昌猛进的指示 第二军呢 就进入到了连塘地区 做攻城的部署 第四师在右 第六师在左 向南昌的禁仙门攻击前进 结果好几天进展不大 蒋炼师为此非常着急 日夜兼程 在12日赶到了战地 当即就和白重洗 卢迪平 商议工程之法 决定当天晚上12点工程 蒋炼师为了鼓励士气 在当晚亲自到南昌南门外 指挥工程 他对战士们宣读了国父遗嘱 严令将士务必于次日扶小前攻进南昌城 并且要求关节越大的 又要起带头作用 为此呢 第二军军部下达了工程令 作为各团挑选 郑勇队100名 每队编为师班 工程师各班以一字形逐次前进 并且颁布了工程奖励办法 第二师攻德胜门 第四和第五师 和攻朝阳门 第六师以主力攻进县门 另外以第十七团绕攻扶民门 但是南昌城 城墙坚固 守军的炮火也非常的猛烈 先是以集中猛烈的炮火 向着第十团右翼的第二师猛击 然后呢又派抢了敢死队 潜出城外 来了连续的几个反冲锋 把第二师打垮了 随即炮火又转移到了第十团 第十一团的阵线射击 这又引发了第四师的混乱 北伐军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线崩溃的态势 幸会事先在干江上准备了撤退的福桥 北伐军这才成功的退到了干江西岸 但是损失非常大 蒋介石自敢指挥无方 既烦恼又紧张 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 不过呢蒋介石对外并不承认 是攻打失败而撤围 他在向国民党中央汇报的时候 声称是因为南昌居民上书 请求他撤退 他才这么做的 刘志呢则声称 这就是技巧胜于蛮力 为了跳得更远必须后退 这也是制胜的道理 但不管他们怎么说 强攻南昌失利这是事实 那么蒋介石在江西战场 率领了北伐军 和孙春芳的东南乌省联军 打得胶着 那么他和革命阵营内部 政治敌人之间的暗斗 也没有停止 唐生智在北伐两湖战场中 极大的扩充了实力 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军事寡头 而且唐生智颇有和蒋介石 竞争的雄心 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 在各方面有所布置 他这种四面八方拉拢的政策 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介石 作为主要目标 那么当蒋介石率军 攻打南昌失败的时候 更是成为了武汉多数将领的笑柄 唐生智当时呢 就以绩效的口吻表示 总司令亲率着这么多的大军 竟会败于南昌城下 这真是怪事 第四军的有些将领们 更是觉得 没有他们铁军出马 就不及时 有些人呢 则以隔岸观火的态度 等待着看蒋介石的笑话 唐生智甚至多次 向苏联顾问铁罗尼表示 说蒋介石太累了 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 最好还是让他休息 假如让我来指挥 将不仅夺取江西 南京也不在话下 那么事实上 北伐军内部对蒋介石的不满 早就人所共知 除了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 几乎每个军都有反讲情绪 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当蒋介石在军事战场上 陷入困境的时候 这个定时炸弹就有可能爆炸 另外一方面呢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先前酝酿的 营王复职的运动 也开始逐渐的发酵 恰恰是在蒋介石 在江西战场激战的时候 这个运动进入高潮 对于汪精卫 复职这件事情 虽然蒋介石最初很不乐意 但是江西战场的困境 让他的态度出现了软化 终于呢 在10月3日 在凤新 发出了营王电报 随即国民党中央 在10月中旬 举行的中央 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上 正式通过了营王提案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 虽然希望汪精卫回归 来抑制蒋介石的权利 不过呢 是从政治和党权上的考量 并没有想要剥夺 蒋介石军事首领的地位 所以呢 10月11日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 汪精卫回来的时间 要等到军事烧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江西战场确定之后 当蒋介石在10月中旬 强攻南昌受挫之后 面对蒋介石和孙川芳 将要在军事战场的决战 这一刻 敌友的界限 还是非常清楚的 中共方面 在当年底 曾经对江西决战 有过如下的总结 中共方面说 此时我们深知 干战弱败 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失败 相恶全局 均受影响 一般动摇的小军阀 也将鲜明态度的来反对北伐军 相恶必不能守 因此极力向各方面陈说厉害 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 迅速的集中力量 消灭孙川芳 孙若不灭 则暂时纵有所获也靠不住 一方面劝唐生智出兵 一方面劝说蒋介石 让四八军东夏参加干战 那么在危难之际 蒋介石也是感觉到自己势单力薄 希望能够得到武汉诸军的帮助 那么他就在10月15日 致电给武汉的邓雁达 唐生智和陈可玉 希望能够调第十师和第十二师 来江西作战 紧接着呢 在10月16日 也就是第二天 简离师再次发电报 给唐生智和陈可玉 希望第四军能够尽快的入盖 值得注意的是 简离师当时给各电报局指示 说拍发汉口唐总指挥 武昌陈副军长的电报 沿途各局随道随发 但凡延误一个小时以上 立刻枪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简离师当时焦急的心情 加伦将军为此也在10月中旬 由江西奔赴武汉 在武汉各军间奔走相告 历尘江西决战的重要性 呼吁各军派兵增援 武汉方面最终派出了铁军张发魁部 进入到干北作战 并且派出第八军警戒 恶干边境 在北伐军将要面临的决战面前 无论是共产党与简离师之间 还是武汉各军和简离师之间 都抛开了成见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团结在了一起 这是当时大革命中 非常经典的一幕 简离师这个时候把重点 仍然放在了军事准备上 简离师的军事顾问 加伦将军 也积极的为他出谋划策 所以呢 在10月16日 就拟定了一个 以南昌到九江 作为目标的攻击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北伐军重新进行了部署 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 那就是以主力 集中于南巡路以西地区整顿 先移步 肃清辅舟之理 然后呢 再求南巡路 敌人的主力进行攻击 歼灭之 总司令部呢 就把参与南巡决战的军队 分为左翼军和右翼军 还有中央军 右翼军呢 由第二军和第三军组成 朱培德指挥 其中又分为左翼纵队 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 左翼军则是由第七军 和新进吊干的第四军 以及独立第二师组成 令设了总预备队 由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二师 和炮兵团组成 刘志任指挥 总攻击时间定为 11月1日扶晓前 10月31日决战的前一天 蒋介石为了鼓励士气 激发部署 以其一鼓作气 荡平孙传芳的部队 达到作战目的 就在高安颁布了 给各军将士的训令 里面写道 反我革命军人 须知我不杀贼 贼必杀我 宁为玉岁 勿为瓦全 能报最后之牺牲 方驳最后之胜利 若纵寇常乱 功败垂成 不独宜休天下 死且无葬生之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北伐军和孙传方部的决战 同时也是蒋介石本人的决战 南兴决战的过程中 蒋介石的心态已经完全失衡 连续出现 骂骂下属的行为 使人难堪 他本人也为自己的这种失常 颇为自责 根据苏联顾问的回忆 南城决战前夜 是蒋介石最为难熬的时期 他再次抑制消沉 并且做出了迎合群众革命的样子 他焦躁不安 知道对他来说 成败再次一举 一旦失利 他的整个前途 就将变成泡影 说蒋介石三分五次 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 真正的大发歇斯底里 搓手哭泣 甚至大声喊着一切都完了 说要开枪自杀 加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 才能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 那么南军决战中 北伐各军相互配合 加上战略得当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南军决战的时候 北伐军的对手 东南乌省联军 居然还有攻打武汉的想法 孙晨芳当时特意调陈条元 沿江北上攻打厄东南 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南巡县的防守 10月1日 北伐军向南昌及南巡路一带总攻 右翼军为敌于南昌 中央军和敌人激战于南巡县南端的牛航乐化 左翼军和敌人血战于南巡县北部的德安满回岭一带 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 北伐军全线暴劫 作为援军的铁军张发魁部 和蒋内石苦心从湖南调来的喝药祖师 果然发威 首先攻克了德安马徽林 然后进战九江 其他各军也是战绩出色 先后攻克了屠家府 乐化车站和牛航车站等要地 并在11月8日占领了南昌 在江西战场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成功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蒋内石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三年辛酸泪 唯鬼神不能知也 历史无事实 事实绝不能记载也 可以看到历史两个多月的江西战场 承载着蒋内石多少的悲欢情愁 那么纵观蒋内石在北伐江西战场的表现 其亲自指挥的南昌工程站遭到惨败 这是他军事生涯的一个低点 联系到此前武昌工程站的失败 难免让人对蒋内石当时的军事指挥能力承受怀疑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 蒋内石他为江西战场通盘所做的战略和策略 还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最初的干西兵分三路计划 到最后的南巡决战计划都体现出了蒋内石 比较远大的军事事业 而他亲自督军的干西方面军队 包括第二军第三军以及第一军第二师 在从干西到南昌的一系列战斗中 战绩还是非常显著的 是北伐军攻克江西的中间力量 同时呢 作为总司令的蒋内石 对于北伐各军也起到了较好的指挥协调作用 这正是总司令的职责所在 而在整个江西战场中 加伦和白崇喜给予蒋内石的协助 也不应该被遗忘 江西战场是北伐军和孙春芳的东南乌省联军决战之地 北伐军经过艰苦的拉锯战 最终取得了江西战场的胜利 江西战场的结局对于各方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它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格局 甚至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进场 对于孙春芳来说 江西战场的势力 让它丧失掉了它的主要部队 意味着全局的势力 它只能转而求助于张作霖 其余部和缝隙组成了安国军 企图对北伐军形成反攻 但是全国的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这就意味着孙春芳和北洋军阀已经到了末路 对于北伐军来说 江西战场的胜利不仅仅是收获了江西 解除了广东大北营的后患 而且呢 因为孙春芳把他麾下东南五省的精锐之师 都调到了江西 孙春芳的主要军事力量 经过江西一战 已经基本上被消灭 接下来 平定东南五省就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统一中国的梦想也就开始变得实际起来 而是观望态度的一些军阀 像冯玉祥 严锡山 还有西南军阀 也就更加坚定了加入革命的想法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如果江西之战失利的话 江西自不能保 再加上唐松志 伟大不调的这种态势 北伐军甚至有可能只能退回广东 回到起点 所以说江西一战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战 对于蒋介石本人来说 江西之战是挽狂澜于祭岛 他的军事威信从摇摇欲坠变得稳固起来 蒋介石在进入江西之前 在两湖受到了唐松志强烈的挑战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而北伐军内部派系伶俐 各军的反抗情绪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等到蒋介石攻打武昌失败的时候 他更是受到了猛烈的嘲讽和排挤 处境十分的艰难 唐松志已经是跃跃欲试 等待时机想要取代蒋介石 那么在后方呢 蒋介石的政敌也正在掀起 迎王复职的浪潮 试图通过迎接汪精卫复职 来抑制蒋介石的权力 但是江西战场的胜利 仗着这一切都得到了改观 蒋介石终于等到了 杨维吐气的一天 江西战场的胜利 让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撼了全国 即使是妇女儿童 也在谈论着蒋介石 并且复会以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 据当时南京人的回忆描述 南京刚开始 很多人都是看好孙川芳 认为孙川芳一定会胜利 南京小孩子打架经常说 我是孙川芳 你是蒋介石 知道孙川芳在江西吃了败仗 小孩们迅速就改了过来 我是蒋介石 你是孙川芳 江西之战呢 见证了孙川芳 这位军事强人即将谢幕 而蒋介石作为军事新星 冉冉升起 而且呢 江西战场的胜利 就让蒋介石 获得了江西这块新的地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 获得第一块属于他的地盘 以前在广东 可谓是各军林立 蒋介石在政治上属于晚辈 虽然在北伐前 已经担任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和北伐军总司令 但如果说广东是属于他的 那则是言过其实 当北伐军到达两湖的时候 蒋介石试图用党权压制唐生志 且后最后呢 只能是仓皇的离开两湖 那么在占领江西之后 蒋介石就可以不再忍受 任何其他人的制约 蒋介石就是从他的新的根据地 江西开始 不断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谋划了自己下一步的步伐 向着权力巅峰 同时也是和共产党和苏俄 决裂的时刻迈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